第四节 思想的自由奔流 一 周心文明思想的开启 徐卓云先生认为 殷商是个大义 可以压制周边诸方国 但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 部落神的性格 周人作为小邦而成大国 便必须寻找到超越不足范围的至高权威 几天 周的王权也需服从与天命 所以 周人的世界是个天下而非大义 周人的政治权利被筑成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 而呈现为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世界 32 普遍精神的培牙已经在这里开始孕育了 只待条件合适 它就会成长出来 这种成长意味着一种精神自觉 但精神自觉意味着首先要有一种自我与环境的撕裂 以环境为他者而令自我意识浮现 对于周氏极各封建诸侯来说 承载着伦理意涵的宗法制 分封制 景田制 就是其生存环境 这种环境给了他们确定的尊严与地位 同时也约束着他们的行动边界 封建的解体 带来了自我与环境的撕裂 有时之事开始对此前日用而不知的一切进行反思 寻找其普遍精神的基础 彼此对峙竞争的诸侯则为思想的自由 撑起了必要的外部空间 从史前历经数千年演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理 到了春秋末年 战国时代终于进入了精神的自觉 东亚大地进入轴心时代 反思的大门一旦开启 精神的自由奔流则不可恶意 百家争鸣的时代出现了各种思想的竞争 其中儒家 法家和道家的影响向下 罐头千载 儒家起自古代巫史系统的祭司官员 是礼的仪式过程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 故而 儒家对于礼进行了普遍的反思 这也便是对秩序进行了普遍的反思 孔子将秩序的根本却认为人 认为其路径是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宴 为人有己 而由人忽在 三十三 克己赴礼不再是涉于传统的盲目顺遂 而是充满担当的主动抉择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这是大勇之举 须浩然之气 三十四 激荡于凶 方可凛然直面 虽千万人无王矣 这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 通过复古 实现开心 凯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他要祭天利己 为世界定下规范 以天下为一家 而不又于一族一姓 不惶惶于流俗之机 不积极于功利之徒 知其不可而为之 礼原本就是中原人们的行为习惯的一部分 内在于人们长久以来的基本互动方式之中 所以儒家在后来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在法家看来 儒家的理念未免太过愚阔 十一事便 唐拘泥古法 不切事事 则天下堪忧 韩非曰 圣人不欺修古 不法常可 论事之事 因伪之辈 今欲以先王之政 致当世之民 借守诸之类也 三十五 过儿 当此乱世 在上者当刑法 术 是 以欲臣下 令国人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以斩首为勇 此之谓王子 媚于此者 成取乱之道也 法家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 反到建功他乡 因为 君主刑法 术 是需要的就是 臣下无有赖以对抗君主的根基 脱离了家乡的游士 如漂泊扶平 孤身一人 最为君主所喜 唐在本乡 则其经常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 对法家而言 法不恶贵 神不恼取 法之所加 智者福能辞 勇者福感争 行过不辟大臣 赏善不畏匹夫 三十六 贵贱有别的宗法治 原初宗法的分封治本就不值得留恋 贵贱一体的统一秩序 才是世公的追求 世公的极致便是天下一统 此后则无相他乡 也无大区别 儒家法家 接触自中原 要解答的是同样的问题 一者复古以图开心 忠于传统 一者非古以图开心 忠于仁义 然其以古为坐标 则大抵相类 来自经满楚地的道家 无此一坐标拘束 反倒令的思绪 获得更大开张 其想象奇鬼云绝 其世事通透洒脱 其为己飘逸俊萨 道家中有人悟通古今之旋 看透天地之道 也有人渴望着 逍遥游 不拘世间 一刃自然 中原凯探礼崩乐坏 盖音世间有礼乐 倘若能够抛弃礼俗 复归于婴儿 则民风自纯 天下自安 决胜气质 民力百倍 决人气义 民富孝词 绝巧气力 盗贼无有 三十七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真能体悟天地者 其内心必通明 真能回复内心者 也必洞彻自然 道家一死生 其万物 达到了一种 消弭一切特殊性的 普遍精神 轴心文明时代 精神大放异彩 在诸种普遍理想的推动下 中原大帝的帝国时代已呼之欲出 而未能完成这种普遍性超越的民间信仰 一人其咎 各四其私神 诸普遍理想 视其为银四三十八 银四一般都是对于具体好处的诉求 不对精神的普遍性构成挑战 所以银四不再进入君子的视野 但它构成了民间的基本组织资源 一旦天下大乱 则一凭银四之动员 而可能掀起惊天骇浪 史上屡见不鲜 银四基于民间私属 无从外化为帝国 无法承担起建构的大任 但它可将以衰朽不堪的现实扫荡以空 为已经自我扬弃的理想 再次外化为现实 提供前提 帝国可因此而涅槃重生 二 史学的薄性 在轴心文明时代 中国的史学也开始薄性 古典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录史诗 其根本用意在于对史诗的评论 通过这种评论 而勾勒出一种易框架 将具体的史诗安顿在一种整体的正当秩序当中 将思想通过历史表达出来 所以其中的核心是史观 在中国的语境下 就是对于正统的叙述 于是 在春秋及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军发展起一套历史叙事 以论证本国的正统性 三十九 在秦国 将本国历史上 揭于同样起自关中的周 自称为夏 而称关东诸国为蛮夏 受命于天的夏礼当即周人之夜 而征服蛮夏 魏国则在将其所处的中原一带称为夏 其已继承自晋国资料 而撰成的史书 诸书纪念 顺着诸夏的大夫以下课上 称为诸侯 最终称王的历史发展而展开 这种叙事一方面为自己下课上 废除禁军之举证明 一方面又让自己既可以上成周之权威 又能否定现实的周王室 继承与革命并存于其叙事当中 齐国则将将于旁边的殷商故地 与自己的统治领域视作一个整体 称之为中国 而夏之故地称为诸夏 地位略逊 中国地等 在其人所作《春秋公洋传》中 东迁之后的周成为诸夏之地 西周故地则沦为遗迪 而春秋时代的中国已献革命预兆 吉田是戴琪之兆 故而最终其将成为天下之治政 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 作《春秋古良传》 《古良传》当中否定了下课上的理论 认为姑侯大夫等级分明 不能犯上作乱 否则便为为理形式 将失去中国身份 而原本被视为中国的诸侯国 接二连三帝王国 或被其陪臣所窜 所以最后的中国 就只剩中山国了 楚国由于其地理所在 而无法与夏商产生直接联系 所以他将其正统性 向前追溯到祝荣 乃至更早的专须 以此来否定下和尚的权威 楚王在春秋时代称王 并将先祖追尊为文王 武王以抗恒东周的至尊地位 自视为继承了周文王之德 应当言有天下 这一系列的历史叙事的构造 从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当时的诸国 无论地处何方 实际上对于以正统性 作为衡量政治的标准 已有共识了 其差异只在于 正统性的叙事逻辑上 二是中国文化的 多元一体特征 在这个轴心时代 便已鲜明呈现 其多元体现在多种正统性 叙事逻辑的争夺 其一体正体现在对于正统性 作为至高标准的普遍认同 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精神结构 向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直到今天仍在其范式中 第三章 第二轮历史大循环 豪足社会 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一 天下定于一 一 法 道 儒得善替与融合 当此轴心思想大爆发的时代 正是诸侯野心薄发的时代 各国争相变法 在国内费景田开迁末 费风渐改俊献 景田制的温情与节制 被初税母这种非礼的 新财政技术所替代 血统贵族的荣誉与尊严 被继守受决的军国体制一扫而空 各国君主的贪婪 需要靠战争来消化 新著行书的另行禁止 也需靠人性的贪婪 才能最大化其效用 追求士工的法家 遂大行其道 于阔的儒家与田退的道家 则为人所及 变法诸国必须能以外养内 损他国以自立 否则难以令国内各群体的贪欲 得到燕族 其道必败 山东六国竞相变法 力量相互抵消 无从损他者以自肥 形成一种恐怖均衡 唯秦有地利之变 东有小寒之故 一手南宫 西荣 蜀境则成为 秦赖以自肥的对象 孤儿秦变法 虽为最晚 却后发先制 一出寒谷 六国均衡碎破 天下定于一 孟子曰 天下为不是杀人者能一知 秦国一统天下 再无他国可供自肥 只能损黎民以非朝廷 朝廷变成统一的天下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遂一夫作难而其妙挥 身死人手 为天下孝 盖因人意不失而攻守之事一也 单凭法家行事 其逻辑走到了尽头 楚遂三户 王秦必处 陈胜 项羽 刘邦皆为处人 西汉帝国最终整合了秦制 楚武 齐文儿得享做长久 汉高祖一平丰佩集团起家 又联合了秦人 以及其他诸侯国 最终取天下 汉朝继承了史皇帝之统一渡梁衡 车同轨 书同文等政策 也继承了秦朝留下的通晓法律之文立当国的治理方案 就其法统来说 汉朝继承了三个法统 先是一张楚法统 将自己由盲荡山群道集团转变为体制内的配宪政权 再是一楚怀王法统 据怀王之约 先入定官中者王之而成为汉王 幽依秦的法统 完成从独立王国的政权组织 转化为支配多个独立国家的帝国政权组织的转变 一 故而田于庆先生平之约 非张楚不能灭秦 非成秦不能立汉 灭秦和成秦 相反而又相成 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二 而汉高祖由命姝孙通至礼仪 以正君臣之位 高祖说 而探阅 无乃今日制为天子之贵也 三 齐之儒学从外在治理的角度规范了汉庭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忠书天人三册之意 极致在往后留向父子 乃至东汉白虎通 更是将其儒皆引入帝国统治基础深处 中华大帝的多元结构以此而被汉帝国融住为一体 汉出行黄老之治 并非因为汉世源自储的岁爱道家 实则一方面汉高祖与丰佩集团共同打天下 集团的核心人物与汉高祖近乎合伙人关系 一方面汉高祖为孤立项羽 不得不向韩信 彭越等巨头出让利益 这两个约束条件下 皇帝欲专制而不可得 如果说秦始皇的皇权乃是在消灭王国废旨分封之上建立的 刘邦的皇权则是在复活分封保证各国王权之上建立的 四 清静无为孤儿是最有选择 相应的 对于汉世来说 其首要的威胁者实际上是这些帝国内部的强藩 其首都也就必须选在有地缘战略优势之处 刘邦本玉都洛阳 经楼静与张良力劝改都长安 聚观中已至山东 在军事地理上形成东西关系 五 这一选择保证了帝国安然平定七国之乱 汉唐首都不出长安与洛阳 这就形成空间上的东西关系 是以豪族社会为基础之统一帝国的基本空间结构 后文还会有详述 然而秦智毕竟给汉世提供了强化极权秩序的可能性 经白马之盟 非流氏不亡排除了异姓王的竞争 又经文景削帆 汉武帝再行推恩令 同姓王也被削解为近乎郡县 而汉初的军功集团之勋臣也已凋零殆尽 汉初分封制的复活遂被终结 武帝中得一盏拳脚 讲求无为而至的道家自然不合他的胃口 既然能够抗衡君主的分封力量已然不在 则官僚机器自会成为君主的应手工具 汉初便以建立的文法力之质更行展开 武帝朝岁有著名的十大酷吏 同时 武帝也虚心的正当性叙事 以摆脱皇老之质的传统对自己的束缚 因而用董忠书天人三册 决定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但独尊之儒术 与孔子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不一样了 实际上 孔子所倾心意图恢复的封建秩序 在其提出之际就已经不可能 盖因三代之封建乃基于不可追溯之传统 耐于秉承武德之血统贵族的卫护 传统与血统 皆非人力所能设计 含玉这两大传统的古典土壤肥沃但脆弱 一旦被君主摧毁则不可复建 金人有指责董仲书为专制辩护 此一批评实在不得门禁 汉出封建被消解掉之后 武帝的专制已然是不可逆的事实 无法指望董子如同教皇 对待国王 一般对武帝进行训斥 便能消解专制 从根本上说 专制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 而不在儒者之言辞 儒家能做的 只是另够正当性基础 将正义之根基从君主手中剥离出来 放置到上天手中 比较法家 道家 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 法家虽精于治理 立于君王之统御 但欠缺超越性关怀 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 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 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 也无失成传统 难以作体系性延续 唯有儒家 其在周代 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 关注天意人心 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 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 秩序的礼仪 礼仪做好了 才能天地未焉 万无欲焉 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 便有着一种密传心法师的体系 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 西汉去古魏远 这些传统的存在 使得汉代的儒家与称伟之学相表里 从春秋繁禄到白虎通 汉儒通过称伟将天意与人间秩序全面联系起来 天意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 皇帝无法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衬手工具 来四行己意治理天下 儒生反倒成为天意的解读者 从而对君主的肆意形成外在约束 这种约束的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的有效 但差不多已是识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 汉儒皆续的是荀子一脉 区别于宋儒所推崇的注重新兴的孟子 荀子熟悉典章制度 以君子为枢纽来兼宗礼法 六认为君子掌握礼义制道之本 文法力则为制道之气 将离于法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来构建总体秩序 一如颜布克先生所论 荀子既看到了以秦政为代表的专制官僚制化 已是不可避免 并积极地顺应和促成这一趋势 同时又力图使儒术 儒者极其所代表的理智传统 重新取得政治支配地位 七 若欲取得这种政治支配地位 儒生群体还需掌握官僚团体 故而董忠书又建议五帝 进一步完善了查举制 由地方查举校联 茂财 贤良方正等科目 已纳入政府 查举的标准基于轻易 而乡理 轻易之论 多基于地方儒氏的口碑 经过查举而入侍者 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并能够影响其所出之乡理的后续查举 儒学世家遂逐渐掌握了帝国的人才库 地方的豪族也向他们学习儒学 逐渐与其合流 豪族逐渐演化为士族 荀子所构想的君子与文力之分 遂在查举制当中逐渐成为现实 后续的演化是 一方面儒生逐渐与文法力合流 越来越多的官吏职位 是由儒生来担任 一方面由于称伟之学的密传心法特性 使得儒学难以百姓化 而日以士族化 到东汉时期 士族浮现成为伦理与政治治理的单纲性力量 中国的政治秩序逐渐演化为士大夫政治 可以说 汉代儒学的地位 是士族与皇帝之间的一种妥协关系 皇帝已经远远较西汉初年强大 可以无视皇老之学的无为之志 士族则通过儒家尊崇皇帝 承认了这一事实 却又将儒家称伟化 以便对皇帝形成外在约束 葛兆光先生论之约 汉代施行的是 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 加上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的所谓 王霸道杂志的方式 以利为师变成了 以师为利 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 他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 兼容了礼乐与法律 情感与理智 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纳入到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 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 八 儒家尚德性 凝聚着理想 法加上功能 规训着欲望 儒法二徒通过士大夫政治而融合起来 先秦诸子所能想象的天下一统之普遍帝国 盖不出中原范围 普遍理想通过中原帝国而外化为现实 二 皇权 内臣与官僚的制衡关系 汉城秦治 商样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一者 被其父 九 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 秦汉的农村都是杂性村 不许同性聚居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散沙化 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 如此则 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机 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反抗 立于极权秩序的统治 然而 汉代毕竟走出封建不久 其官僚国家的发展远未成熟 继承自战国年间 诸国变法所见之文法力系统 只能适用于诸侯国的规模 还无法有效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 于是 中央只能进行有限的治理活动 大量的治理要分散到地方上去 所以 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 宜郡的财政权 军事权 人事权 行政权 皆操于郡守之手 宛如一方诸侯 郡守与其辽蜀 甚至以君臣关系相称 为了强化中央控制 汉武帝又将天下分为十三州 各自刺史 对郡守进行监察 刺史与郡守相互之间 没有同属关系 刺史直接向皇帝负责 但官制尚远低于郡守 这样 刺史面对郡守时 其依靠力量 只能是皇帝 而不会与郡守合谋 郡守官制高于刺史 却不似后者 有着与皇帝联系的 更便捷通道 如此便形成相互制衡 以避免地方伟大不掉 故言武曾立赞刺史制度 夫至卑而命之尊 官小而权之众 此小大相至 内外相为之一也 是 在中央政府方面 西汉前期 外庭的政务 均决于宰相 而非决于皇帝 虽然宰相由皇帝任命 但皇帝并没有太多 制度化的途径 来干预乡权的具体行使 所以就帝国的 公共行政事务而言 湘权对于皇权 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 湘权受到如此尊崇 这样一种制度得以形成 并能持续运转 也有其人事基础 西汉前期外庭的 三公九卿等重臣 皆为军公贵族 及其后代 皇帝对军公贵族的 控制能力相对有限 于是湘权对军权的制约力 得以维系下来 到了武帝朝 军公贵族的后代逐渐凋零 但湘权对皇权的制度化 约束仍在 雄才大略的武帝 不甘皇权受制 故而大大台声内庭当中 原来仅是皇帝 私人秘书班子的 上书台的地位 到了武帝朝后期 许多重要决策 都是在上书台形成的 皇帝用非制度化的机构 来对抗制度化的机构 以便绕开官僚体系 伸展君主的个人意志 这与地方上用刺史制衡 郡守的内外相为之策 是同一逻辑 但是 要想能够有效地制衡 外庭官僚体系 就需要将这种 非制度化的私人辽属 逐渐制度化 以提升效率 皇帝的私人辽属 在此过程中 会逐渐发展为 新的官僚体系 对君主形成 新的制度化约束 因此 皇帝不得不再去打造 新的非制度化的私人辽属 稍后我们在东汉 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历史演化 君主以非制度化的 私人机构 来对抗制度化的官僚机构 然后这个私人机构 逐渐公共化 制度化 君主再去构建 新的私人机构 来对抗之 这样一种官僚制的 循环过程 在后世的历史中 可以不断看到 而在此循环过程中 由于新官僚体系 都是从皇帝家臣的身份 发展起来的 官员本身对于皇权相当依赖 不像早期的官员 是由对皇权 具有相当独立性的 军事贵族组成 于是官僚体系 日渐走上了 非人格化的道路 官僚体系 对皇帝的约束 主要不再是 基于独立的大人物 而是因为抽象的制度规则 其对作为个人的皇帝 虽有约束力 但对作为制度的皇权 则逐渐丧失了独立性 在切换回地方视角 五帝朝所设置的刺史一职 对军权相当依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刺史也逐渐走上了摆脱皇权控制 以争取更大独立性的道路 东汉中期之后 刺史发展为周牧 逐渐变成了俊首的上级 小大相智的制度 却演化为更大的地方分立力量 随着黄金乱起 天下中走上了割据的道路 普遍帝国裂解 这与北方草原帝国的兴起有关 中原与草原形成互构 改变了各自秩序的演化路径 2.草原的兴起与中原的豪族化 1.草原的兴起 在中原一统之前 北方草原上的游牧不足 悠然自得 逐水草而居 小部落自由地以肉乃马匹 与中原诸侯交易其他必需品 不受统一的蝉鱼之管束 也是一种地利于我和友哉 秦国一统天下之后 遂北向出击 湖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各自分散的小部落 不得不联合成一个大部落联盟 以应对中原之压力 其二世元年 雄才大略的莫独蝉鱼 是富自立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 东亚大陆上农耕帝国 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历史 就此拉开序幕 其中贯穿的历史逻辑 规定了此后约2000年的中国历史 依据轴心时代的空间想象 中原的一统 可以说就是普遍帝国的达成 事故 秦始皇君臣皆 以此为亘古未有之伟业 和三皇五帝之号于一体 以至尊之皇帝为号 十一 这种称号从时间上 将始皇帝之统序 接至上古 从空间上表达了 普天之下率土之兵的意涵 有亡古来今 上下四方为我独尊之意 但是 草原帝国疏然崛起 将中原的普遍帝国 还原为一个特殊帝国 汉高祖定定位久 携战胜楚霸王之余威 徽军北上遇破匈奴 却遭白灯之伟 不得不屈辱求和 此后数代汉帝 借以和亲之策 获得与匈奴的和平 汉文帝曾向匈奴丹于寄送国书 属于一尺一寸的简读 辞约皇帝敬问匈奴大禅于无恙 效力于匈奴的西汉宦冠中行税 指导禅于以一尺二寸的简读回书 其印封等皆以更大尺寸 据要其词曰天帝所生日月所致匈奴大禅于 敬问汉皇帝无恙 十二 依照汉朝的象征性秩序 皇帝至禅于书之词 大致可以类比为皇帝对一个地位略高一些的藩王 但是匈奴将此象征性秩序扭转过来 其统绪皆于天帝日月 即使不是俯视大汉 至少也是平视制 草原英雄 以一种挑衅的方式 告诉傲慢的中原帝国 你不过是个特殊存在而已 二 汉武雄徒与中原豪族化之时 然而 为中原王朝提供着正当性的普遍理想 势必要外化为一个普遍帝国 只要还没有以某种方式达成这一目的 普遍理想的叙事逻辑 就会引导着皇帝的野心朝这样一个方向运动 为之其结果甚至会是毁掉这个特殊帝国 文景之志给大汉留下了丰富的积蓄 汉武帝尽此续积 北极匈奴凡四十四年 树丰狼居须 匈奴百姓妻子离散 不胜悲苦 然中原人民也未尝好过 武帝之末 海内虚号 户口减半 十三 过半的户口损失 不是因百姓战死沙场 而是百姓苦于皇帝 筹措军费 争脸无度 遂抛弃田园成为流民 原封四年中 关东流民二百万口 无名数者四十万 十四 未成为流民者 也脱避于豪族 隐匿其户口 逃避朝廷的复联 而堪称地方土皇帝的郡守 以及诸侯王等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以躲避中央的节制 也有与豪族结盟 共抗朝廷的动力 中原于是结束了 从秦皇到汉武的过渡阶段 开始进入豪族社会 十五 在这里可以看到 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 深刻的互购关系 没有中原的统一 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 而草原崛起 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遂给中原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这种财政压力 在汉武帝时期 导致了社会的豪族化转型 在宋代导致了王安石变法 在明代导致了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 极致张居正变法 甚至民变 中原与草原 任何一方的历史脱离开对方 都无法获得有效解释 双方互为条件 在对方那里激起的社会历史演化 还会不断地反馈回己方 并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演化 这样一种互动 互购的历史 使得中原 草原双方在更高的意义上 成为一个共生体 这是双方在真正意义上 共享的历史记忆 连年用兵 国用日处 于是武帝听取张汤之策 在元寿四年前一百一十九年 将货币铸造权收归朝廷 又行掩铁砖卖 以便另开裁员 十六 掩铁砖卖起自春秋时期管中的关山海 汉武帝再次施行此一政策 此后历史上时段时序 从唐朝后期开始 再次施行砖卖 直到近代 盐铁砖卖的施行与否 与中央朝廷的强弱有关 强朝廷则有能力行砖卖 十七 而朝廷主持筑前一世 在秦二世时 曾经尝试过 为了给朝廷开辟裁员 收天下之签于咸阳 由朝廷统一铸造为新浅 结果导致民间通货短缺 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 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八 汉武帝的尝试 却并未带来严重的经济萧条 原因在于 从汉初到武帝统治中期 处在人口高速增长阶段 从约1500万 1800万增长到3600万 十九 人口的增长 推动了乡村内部 对于货币需求比较低的 短途交易的繁荣发展 以致虽然民间的货币被朝廷收走 但是经济并未陷入严重萧条 而秦二世之际 战乱平息未久 人口数量尤为恢复 遂止失败 武帝幸运地避免了亡情之祸 但盐铁砖卖与铸币权的上收 强化了极权秩序 反过来压制了社会的活力 对外战争用给无度 即便统收住币权 仍然国用不足 于是武帝多次改住货币 使其面值高于实际价值 又发行疲弊的 紊乱币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十 通货膨胀使得民间 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 反过来更多进行实物交易 豪足兴起 小民投靠 使得大量的实物交易 在其势力范围内部 具有了更高的效率 货币更被储藏起来 于是 曾经号称多金的西汉王朝 在武帝中期之后 贵金属流通量骤然减少 皇帝对臣子的赏赐 再也不像此前一般出手阔绰 所有这些 都是汉武帝 浩大喜功政策的自然结果 但亦可说 这是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 在很大可能上会倒向的结果 武帝的努力 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 向极权秩序一方偏移 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新经济资源的潜力 已经开发完毕 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 尚未出现 武帝的这一系列努力 带来了反效果 其雄徒大略 带来了帝国的辉煌武功 但也埋下了帝国瓦解的种子 武帝晚年下 轮台最己诏 痛臣 朕即位以来 所谓狂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至今是有伤害百姓 弥废天下者 惜罢之 才免得周立王与王秦之祸 二十一 三 从侯族崛起到中原路程 一 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武帝之后 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 向自身秩序方向反弹 豪族越发是大 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避 朝廷睡机渐渐流失 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法自拔 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 受善登基 例行脱骨改制 皇族刘新富 以其称为知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 提供正当性 新芒一朝一朝 周里宣布土地均属国有 名其为王田 不得自行买卖 奴婢亦不得私自买卖 将掩铁 币制 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 设武军六管平易物价 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 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 不是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大细节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 随奋起反抗 最后在出身南洋的豪族领袖 刘秀的带领下 推翻新芒 建立了东汉 刘秀的统治基础是 这些豪族 所以建立政权后 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 以定督观中 而是定督在了洛阳 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 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 在考察 后世隋唐帝都变化 可以说豪族社会下 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 呈现为东西关系 两个焦点是 长安与洛阳 会有主副两条线索的呈现 其主线是 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 则与这类豪族分处 寒谷关两边 西汉是距关中已至关东 隋阳 五周处关东已远关中 副线是 君主与豪族合作 遂与豪族河流同守一处 东汉是守关东 隋唐则是守关中 二十二 一般来说 君主与豪族抗衡 会形成强朝廷 君主与豪族合作 会形成弱朝廷 但帝国的强弱与否 与朝廷的强弱 并无必然关联 帝国的强弱 要基于更复杂的社会 与历史结构 才能获得解释 二十三 东汉与西汉 在一系列帝国战略上 都有比较大的差异 西汉的政治 军事重心在关中 经济重心在关东 两者并不重合 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 这种张力使得帝国有比较强的外向性格 而东汉的政治 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 帝国的性格便比较内向 没有很强的扩张冲动 比如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 是国家行为 东汉对于西域的经营 更像是班超的个人行为 西汉北伐匈奴 是靠中原自己训练出来的骑兵 奔突于大漠 东汉北伐匈奴 所用的军队 事实上以投奔汉朝而来的南匈奴为主 南匈奴采用了巴菲尔德所说的 内部边疆战略 一方面对于北匈奴保持不败之地 一方面对于东汉始终保持战略选择自由